公元前196年,韩信被吕后处死,临死前他撂下一句狠话,刘邦听了几倍发凉,他当即大怒,我要杀一个人,刘邦要杀的这个人正是韩信手下的谋士快通。 快通是秦末的一位辩士,他非常聪明,在与人沟通时善于抓住重点,拥有着举世无双的辩才。 作为一名谋士,快通自从跟随了韩信以后,曾为他多次出谋划策,帮助韩信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功绩。 一次,刘邦派韩信去攻打齐国,大兵已经行进在路上将要到达齐国时,韩信却得到了一个消息,原来除了自己之外。 刘邦还派了一位名叫利益鸡的谋士去齐国游说,而且这位谋士已经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齐王。 这个时候,韩信最先想到的是要班师回朝,他觉得吞并齐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自己就不需要再去攻打齐国了。 可就在韩信要下命令时,快通闯了进来,他对着韩信问道,将军为什么要撤兵呢? 韩信答道,齐国已经要投降了,我没有进兵的必要了,快通追问道,请问将军是否收到汉王让您退兵的命令了吗? 韩信有些狐疑地答道,没有。 那将军为什么要撤兵呢?快通接着问道,有为军令便是将军你自作主张,如今你率大军前来却无功而返。 那利益姬只是动动嘴皮便立下大功,在汉王面前,你又该如何解释呢? 韩信恍然大悟道,请先生赐教。 快通微微一笑,便将锁谋计策,悉数告知韩信。 在快通的策划下,韩信继续率兵攻打齐国。 由于齐王疏于防范,齐国迅速覆灭,齐王大怒之下杀死了利益姬。 最终,韩信立下大功,汉王刘邦为表彰他的功绩,将他封为齐王,独占一鱼,势力豫家雄厚。 至此,田下似乎已有了三分之势。 相遇,刘邦,韩信,三方顶足而立,实力相差无几。 而这时占据着齐鲁大帝的韩信似乎在人气与实力上更为占优,他的选择足以决定占据祖势。 这时,早已窥探此中奥秘的百通信心满满地找到韩信,向他献出了三分之劲。 可是此时的韩信却开始犹豫起来,面对快通的提议,他竟然难以决断。 推说道,汉王刘邦一直待我不薄,此时我若兴兵自理,不易于谋反判断。 此等被信欺义之事,我韩信是断断做不得的。 快通望着韩信,冷冷一笑,说道,难道将军以为你在汉王手下还能活多久吗? 殊不知,自古都是飞鸟尽,两宫藏,狡兔死,走狗烹。 将军此刻早已是功高盖中,汉王心中怕是对您已经生了忌惮之心。 他的大仗之下又怎会还有您的容身之处呢? 一向志勇双全的韩信此刻却像是被蒙了心一般,对于快通的劝告不仅听不进去,反倒觉得自己功劳卓著,六定汉王必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于是,他敷衍地对快通说道,先生之言,我自会考虑,过些日子再给您答复吧。 其实,聪明如快通,已经从韩信那过于自信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心中所想,知道他并不想冒险,只是一味的安于现状。 从韩信房中出来后,快通长叹了一口气,看看天空,无奈地摇了摇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 公元前202年,在韩信的石面埋伏之下,项羽兵败该下,刘邦在表彰韩信功绩的同时将他改封为楚王,并趁势夺了他的兵权。 没过多久,又有人举报韩信谋反,为平息众议,刘邦消掉了韩信的王位,将他贬为怀音侯。 此时的韩信方才醒悟,他后悔没有听取快通的建议。 于是在准备不全的情况下,他贸然兴兵叛乱,却忘记了此时早已失了先机。 结果反叛不成,反倒沦落为阶下之囚,最终韩信惨死于汉宫之中。 在临死前他只说了一句话,今日之败不在于他人,只在于我没有听快通之言,否则岂会有今日之祸。 当刘邦得知还有快通这样一个高人存在,连忙命人将他擒到自己面前。 见到快通后,刘邦恨恨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帮助韩信反叛我? 现在你落到了我的手中,可知自己的下场吗? 快通泰然自若地说道,不过是各位其主罢了。 况且,天下之大,有那么多与汉王异见相左的人,是问您都杀得过来吗? 刘邦觉得快通说的有道理,况且当时又正是用人之计,未表宽容,他便赦免了快通。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几乎所有的谋士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少有不慎便会阴火上身,快通最终能幸免于难,都要得益于他的聪明才只和临危不惧。 多年以来,霍元甲一直是营评上的常客,在各路明星的演绎下,大家都记住了那个满是家国情怀,在比赛场上夺回中国武术名誉的霍师傅。 而历史上的霍元甲同样也是为了锻炼国人体魄,也为了给中国武术证明,几次站到了攸关生死的决斗场上,将践踏中国武术的外国人们一个个打趴下。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霍元甲的同时期里,还有一位名叫李瑞东的人, 她是慈禧太后的保镖功夫水平自然不在话下,而两人之间也曾经有过一次比武。 霍元甲与其过手两招便转身离去,知情者声称对方吻思未动,一雪东亚并赴之耻。 霍元甲出生于弥宗权世家,父亲作为当地最出名的镖头,不仅不接受商骨们的高薪聘请, 连带着高官们的标也不予理会,反而常常接下穷人们的标。 受到父亲的影响霍元甲自小就有着既是情怀,希望能像父亲那样成为穷人们的保镖,帮助他们生活。 起初因为霍元甲又粘身体虚弱,父亲并不打算将家传申法交给他。 但霍元甲虽然年龄小,但是性格实在倔强,常常偷偷练习危险的动作。 为了不让儿子因为随便练武伤害身体,父亲这才同意他和哥哥们一起练武, 正是拜师学艺后霍元甲的天赋也很快显现了出来。 同样的动作他总是第一个领悟的,也是第一个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 24岁那年霍元甲五分钟之内击败了,曾经战胜过哥哥们的无数大家, 要知道这位师父当时只用了,三招就打败了霍家其他的孩子。 看到霍元甲的天赋和勤学苦练,父亲终于放心地将传家秘法交收给了他。 而霍元甲不负众望很快领悟了拳法的真谛, 之后霍元甲收到邀请来上海开办经务体育会, 他的威名也让一些外国人颇为不喜。 三番两次上门挑衅而霍元甲则照单全收, 将挑衅的俄罗斯大历史直接击败了,用实力证明了一切。 但很快霍元甲便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强大和徒弟们的强大, 救不了内忧外患严重的中国,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参与到保家卫国当中, 中国才能真正地强大。 为此霍元甲违背祖训, 开始将自己的家传秘法交给了外姓人士, 希望他们能够将全法开支散业交给更多的人。 要知道大部分拥有传家武艺的人往往, 都不愿意将自家的学学教授给别人, 就连自家人也会严放死守严格挑选接班人, 而霍元甲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1909年一名叫奥皮音的英国人来到了上海, 作为一名摔跤大历史, 他依仗着自己的身体优势, 不断挑衅当地的武馆还说中国是病夫之国, 所有中国人就是东亚病夫, 肩不能扛手不提, 整日病泱泱的毫无用处, 得知此事的霍元甲十分愤怒, 在报纸上用英文发布广告, 说, 如果说中国是病夫国, 那我就是病夫, 希望强壮的人来跟我比划比划, 随微点名道兴趣, 自自指指那个趾高气昂的奥皮音, 眼看招惹到了硬骨头, 霍元甲往日击败各国大历史们的战绩有如此辉煌, 奥皮音指得卷步盖跑路, 不愿真的正面对上霍元甲, 经此一战后霍元甲身上的正义与爱国气质更让人敬佩, 他为国家荣誉挺身而出的事情, 也成了武术界的典范, 二慈禧保镖李瑞东与明满中国的霍元甲相比, 李瑞东的名气小了很多, 李瑞东家境很好, 父亲是县衙官员, 家中有两天广阔八十多间房屋还有一间药铺, 是当地相当富庶的家庭了, 李瑞东自有习武对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父亲也顺遂他的意思为他四处找寻名师学武, 多年积累下来, 李瑞东的武术愈发登风造极, 尤其是他的腿弓几乎无人能破, 成年后的李瑞东因偶然情况结识, 这太极拳宗师杨璐禅的大弟子, 从他那里学到了太极拳的真谛拳法上精进了不少, 1894年慈禧在颐和园大肆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 金银财宝像流水一样的花而为了哄慈禧开心, 端王特意请来了拳法了得的李瑞东到树宴上表演, 一套拳法打完慈禧立刻安排李瑞东进攻入了职, 担任自己的侍卫, 当时宫中的侍卫们大多都有那么一两个看家本事, 对于慈禧十分偏爱信任的李瑞东便有几分不屑, 但当真刀真枪地对上了李瑞东, 他们才明白眼前之人武术功底的可怕之处, 一个个闭了嘴不再挑衅他了, 虽然成为了皇家侍卫, 但李瑞东依旧改不了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习惯, 在洋人欺负老百姓的时候一次次站出来, 挽救无助的民众, 清朝灭完后李瑞东回到了家乡, 一边教授武术一边继续开着家中的仪馆, 玄狐济是免费为穷人看病, 救济灾民被人称为小梦场, 三两虎相争霍元甲曾在自己的手下败将, 口中听到过李瑞东的大名, 对他也有好奇之心希望能够见面切磋一番, 在上门见到李瑞东的时候, 两人如知己一般聊了许多关于武功的技法, 也聊到了各自的武术功法, 得知霍元甲腿功不错后, 李瑞东表示可以让霍元甲提自己几次, 如果自己挪动了, 那么就是能证明霍元甲的本事了, 当霍元甲两脚踢下去, 李瑞东依旧纹丝不动后, 霍元甲也对李瑞东的本事有了认知, 知道了两人之间的功底如何, 直接放弃了第三脚的试探, 这一次短暂的切磋, 就是两位武学大师们之间唯一的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 霍元甲与李瑞东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但都选择了开设武馆广收学徒, 弘扬中华武术保佳卫国这一个目标而前进, 这也是在那个时代里所有国人们的目标, 如果感觉我的影片还不错, 点个订阅支持一下吧,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在古代, 有一个叫做避讳的规矩, 那就是不能轻易地提及尊贵之人的名字, 这种尊贵的人不仅包括长辈和师长, 还有地位极高的人, 如皇帝, 违反这个规矩,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会导致死亡, 而这个规矩对于百姓来说是极为苛刻的, 比如说, 有一次一个村子里的居民们想要杀一头猪来庆祝一个重要的节日, 可是这恰恰撞上了皇帝的姓, 于是他们陷入了困境, 如果直接称呼这头猪的名字, 就等于是触犯了避讳规矩, 可能会被处死, 如果不叫他的名字, 就又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 而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 于是他只是改了一个字, 就解决了这个困境, 那么到底是哪个字呢? 一, 古人避讳, 在古代中国, 皇帝的名字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 根据传统, 皇帝的名字不能轻易提及, 因为认为这样会给皇帝带来不幸和灾难,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夏朝, 当时的君主夏后起被写成了夏后开, 这就是为了避讳他的名字, 从古至今, 避讳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一, 历代君主也都非常注重这一点, 因为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犯下大错, 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光武帝刘秀, 他的名字中包含一个秀字, 而当时的文人世子只能称为茂材, 不能用秀才称呼, 以示避讳, 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 很多人的名字都很简单, 避免了可能引起忌讳的字眼, 而在清朝时期, 康熙皇帝玄业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他的名字中有一个玄字, 这个字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因此就导致了许多事情要改名字, 就连签字文这个经典也不得不改名, 而中耀才玄身也要改名字, 以避免引起皇帝的忌讳, 然而最夸张的例子还要属嫦娥, 其实他的原名是洪鹅, 但因为宋真宗的名字赵衡包含了衡字, 于亨谐音, 而亨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所以嫦娥被迫改名, 如今我们仍然用他的避讳名字来称呼他, 除了名字皇帝的不光彩历史也被视为敏感话题, 不能轻易提及, 明朝皇帝朱元璋之前曾当过和尚, 有一次读书人徐义奎给他写了一封贺信, 称皇帝为天生圣人, 谓是作则, 然而皇帝看到其中的生者僧业, 则字阴尽于贼, 傻, 这句话后大怒, 认为生字邪音僧, 则字邪音贼, 于是下令处死徐义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徐义奎案, 也反映了在古代中国, 地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可以说历朝历代, 这些避讳规则变化万千, 严苛程度也不同, 宋徽宗时期, 有一位大臣名叫范志虚, 他对皇帝进谈言说, 陛下的生肖是狗, 京城里不能杀狗, 因此杀狗的行业应该被禁止宋徽宗一听, 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妙, 立刻颁布了一道诏令, 禁止居民杀狗, 可是这道诏令却让在城里以杀狗为生的百姓感到非常焦虑, 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二, 碧会带来的困扰, 其实在中国古代, 碧会一直是维护皇权地位的一种手段, 即使是被称为爱民皇帝的唐太宗李氏民也不例外, 他登基后因为名字里有世子, 为了碧会自己, 只能将名字改成礼记, 此外还有一些官名也因为皇帝的避讳而频繁更换, 比如在汉代, 户部一直叫做杜之部, 但在隋文帝时期改为名部, 而到了唐朝, 为了避讳李氏民的名字, 又改回了户部, 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 除了语言上的避讳, 书写上也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比如在唐代时期, 由于功臣名字里有世子, 所以在碑文上只能简化写作公侯世袭, 降向门传, 这样的书写方式虽然看似小小的改动, 却反映了避讳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正是因为避讳在中国历史上的广泛应用, 许多人的名字和官职都因此发生了改变, 即使是历史上的英雄, 明军也无法倖免于避讳的影响, 但这种手段也反映了古代王朝的权力稳固, 因为只有维护皇权才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朱元璋作为一位有远见着实的皇帝, 常常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方式来避免遭受不幸, 由于他的姓氏为朱, 他非常谨慎地对待避讳子, 有一次他非常想吃猪肉, 但又不敢直接说出口,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方法, 他找来一位厨子, 告诉他要吃元宝肉, 希望这位厨子能够理解他的暗示, 但是这个厨子并不知道元宝肉是什么, 只好按照自己的想象, 用牛肉和其他材料做成了元宝的形状, 朱元璋尝了一口, 却发现味道不对, 大怒之下把这位厨子治罪, 几天后, 朱元璋又找来一位厨子做元宝肉, 但这个厨子同样不知道元宝肉是什么, 用羊肉和其他材料做出了另一道菜, 结果味道还是不对, 这个厨子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听闻此事, 马上想到了丈夫喜欢用暗示避讳的习惯, 猜测到他其实想吃猪肉, 于是他派人告诉其他厨师, 免得他们也遭到惩罚, 三,找寻解决的办法, 唐朝的李世民是一位明智的皇帝, 他平易近人善于倾听百姓的呼声, 一天他听到有人建议他要对自己名字中的名字也加以限制, 因为他的诗字需要避讳, 但是李世民并没有一口答应, 而是深思熟虑后, 发了一道旨意给大家一个惊喜, 这份旨意是这样写的, 我名字里的诗字需要避讳, 但名字并没有这个必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也限制名字的使用, 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困难, 只要大家不合适自联用, 就可以自由使用名字, 我相信我们的官民们都是明智而有良知的人, 他们不会因此而忘记遵守礼仪和规矩以示名的这份旨意, 让百姓们感到欣慰和宽慰, 他不仅考虑了避讳的重要性, 也考虑到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他的明智决策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赞扬, 从此百姓们对李世民更加敬爱和感激,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他对于民生的关注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避讳这个问题上, 他也曾遇到了一些麻烦, 在朱元璋统治出气, 避讳的风气十分盛行, 民间百姓对此并不了解, 于是在卖肉的时候大声喊出新杀的猪了, 结果被官府以谋反罪名之罪, 整个街上的卖肉行业都消失了,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感到十分遗憾, 就在这个除夕夜, 朱元璋出宫巡视, 看到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 气氛十分热闹, 然而在一户人家门前却没有挂灯, 也没有贴穿脸, 朱元璋好奇地走进去, 看到家里的人一个个面容悲愁, 似乎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 他问起这家人的情况, 才知道他们原本是卖猪肉为生, 因为避讳而无法继续营生, 男主人除了卖猪肉, 别舞他长, 如今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朱元璋深感这种做法, 给底层人民带来的困扰和痛苦, 他想起了曾经被治罪的那两个厨子, 朱元璋回到宫中, 找到自己的大臣商量对策, 大臣们想了想, 决定使用古称式来代替猪子, 既可以避讳皇姓, 又不会造成歧义, 朱元璋对这个想法非常满意, 下达了一纸诏书, 解决了百姓吃猪肉的问题, 朱元璋治国有方, 顾及百姓的疾苦, 不仅用行动来维护底层人民的权益, 还用智慧化解了阴帝会所引发的问题,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一个贤民的君主需要懂得民胜, 关心人民的疾苦, 才能真正做到心系百姓, 治国有方,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他却深刻地表明了一个道理, 智力国家不仅要关注政治和战争, 更要关注百姓的福祉, 朱元璋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皇帝, 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不仅在政治上明智果断, 而且在解决百姓史迹问题上也很有担当, 这也是他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真正的明君并不是只会用高深的理论和华丽的言辞来打动人心的, 而是能够真正理解百姓的需要和苦难, 并为之着想,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心长治久安。